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件很重要的这一个圣经记载 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当边厅拿苦胆调和的酒要给他喝 他不肯喝 那个醋是饮料他喝了 但是他酒不肯喝 为什么呢 因为喝酒会乱性 喝酒会使他迷糊 就不能够警醒的按着天父的旨意 在十字架上承担死亡的刑罚 为了我们来完成救赎大功 换句话说 宾丁拿苦胆调和的酒 给他喝的是麻醉药 让他能够减轻痛苦 在十字架上 但他不肯喝 因为他是拿戏仁所预表的分别为神 完全为天父而活 他也是祭司任职不可喝酒的预表 因为他那时候是最伟大的祭司 将自己献上做醉剂 所以他不愿意喝酒 第三 他也是君王 他这时候打一场属灵圣仗 在十字架上是要击败撒丹魔鬼的权势 而借着死 败坏长死权的魔鬼 所以他在 君王在 他在为我们事情拯救的时候 他不肯喝酒 所以让我们看见挪亚赤身 施叹身喝了酒 对照出主耶稣他警醒 他不肯喝酒 这是何等的一个强力的对比 让我们基督徒实在是要跟随主的角中行 靠着主人的效法救主耶稣 说到警醒 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到尊敬 挪亚醉酒因为他没有警醒 第二他的儿子汉和他的孙子嘉南 汉看到父亲赤身露体了 他显然也告诉嘉南或者带着嘉南去看 他们就在那里讥笑父亲 这讲到他们的轻慢 那这里说到他们见父亲赤身露体 汉见他父亲赤身 就在外面告诉他的两个弟兄 所以汉他看见了 父亲赤身躺在帐篷里面 这个看见的见这个字在原文是 不是乍看一下看见的 赶快就走了不看了 乃是还仔细地看 注意地看 甚至这个讥笑地看 那虽然有些解经家说 汉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 但事实上圣经没有说 那无论如何 看见这个字在用法是仔细注意地看 汉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这样是不对父亲有尊重的心 这样是轻慢不尊重父亲 他还出去除了自己看的之外呢 还去告诉了他的两个兄弟 那么散汉亚佛看见他们听到了 就倒退了进去 那披着衣服在肩上 两个人呢 一个人拿个衣服 一个人披在肩上 倒退进去把衣服就让 落在盖在父亲身上 他们眼睛不去看见父亲羞耻的身体 这显示出 散和亚佛是尊敬父亲的 对比出汉是不尊敬父亲 还在那边不断地看 这样是一个有这个情欲的眼睛 那么这让我们看见 那么迦南呢 迦南是他的儿子 就是汉的儿子 就是挪亚的孙子 为什么到了后来 后面二十四节说 挪亚醒了酒 知道小儿子就是汉 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 为什么咒诅迦南呢 显然是迦南跟他的父亲一同 做这个恶行这个恶 好 那在这里我们看见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第一点就是要警醒不可以醉酒 第二个呢你要尊敬掌上 透过尊敬上帝 在你生命中设立的领导的权柄 父母亲啊老师啊老板啊 表明你对上帝的尊敬 因此呢 特别我们中国这个字 警醒的警这个字呢 是尊敬的静旁边有一个人字旁 表示这个人他是警醒的话 他就会尊敬上帝 尊敬这个上帝所设立的权柄 那么显然 显和迦南不是警醒 他们就不尊敬父亲啊 那么主耶稣基督 我们看 对照出来 他是何等的尊敬天父 每时每刻说 我是要尊敬天父的旨意 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就是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换句话说 主耶稣每时每刻 以遵行天父旨意为己任 而且他说 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 看啊我的事都记在圣经上面了 主耶稣说 我要以我父的家里的事为念 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所以主耶稣每时每刻都遵行天父旨意 他守住了所有全部的律法圣约的要求 他为我们而做成了这个旧恩 他的每时每刻遵行神的律法 遵行天父旨意 这是义 他做成了义 那这个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他为我们上十字架 保学洗净我们的罪 那这也洗净我们一起的罪污 所以主耶稣他完全 他在世上的时候 每一个时刻都是顺服天父旨意 他警醒祷告不入了迷惑 他尊敬天父 他尊行天父的旨意 所以从韩和迦南不尊敬 祖父父亲挪亚 而且是他们没有警醒 也不尊敬上帝 主耶稣他警醒 更是敬畏天父 尊敬天父旨意 每个时候在每一件事上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 这里讲到当挪亚醒过来之后 他知道了这个发生的事情 知道小儿子韩向他所做的事 韩看见了出去告诉外面的两位弟兄 当然韩也告诉了迦南 迦南也许讥笑这个祖父 所以他就醒过来之后 他就按照神的旨意 来宣告圣约里面的祝福与咒诅 对于这个被约的韩和迦南 就宣告说迦南当受咒诅 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对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说既然主要是韩做的事 为什么迦南受咒诅呢 是不是儿子要承担父亲罪过呢 根据圣经《以经解经》 以西节书十八章说到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 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 每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 这样来说迦南他不需要担当韩的罪 如果他没有犯罪多多的话 那么然而虽然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 可是儿子会被父亲很大的影响 在十戒的诫命 这个第二诫命说到 爱天父上帝的 主必赐福于大家直到千代 但是恨神抵挡神 违背神诫命的 主必追逃他的罪 致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意思就是说 这三世代都犯了罪 通常人类的在挪亚之后 或者说在到十戒 摩西写十戒的时候 传讲十戒 神给他这一个启示 让他颁布 神亲自颁布十戒 也借着摩西写下这六百一十三条律法 那么到摩西写十篇九十篇的时候 他说到人生年岁七十岁 强壮活到八十岁 所以人的三世代同堂 大概是在七十八十岁 这个所谓生命的年数里面 常常是这样 三世代同堂 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 那祖父不警醒呢 那么儿孙也会不警醒的 那如果这个 所以这个父亲 这个寒犯罪 轻慢父亲 他的儿女也会上行下校 所以每一个儿女 照着父亲所行的 要承担自己的罪 但是父亲的罪 如果在家里面 这样子不自止 而这样子坏的榜样 会延续到三世代 三世代都看见了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迦南受咒主的原因 迦南自己也行的 而效法他的父亲 韩一样的不尊敬罗亚 好 那么 这里特别提到 迦南是让以色列 我们知道摩西五经 第一代的读者 是在旷野中领受启示的 以色列慧众 他们要知道 他们现在要进去迦南地 得威业 迦南地是应许的美帝 但是上面住的迦南人 就是韩的儿子 迦南的子孙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 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 迦南的罪恶 非常滔天邪恶 到以色列人 进迦南的时候 是迦南的恶贯满盈的时候 神借了以色列人进迦南来 来除灭这些迦南人 赶足迦南人 来洁净迦南地 所以这样说来 以色列人就要明白 他们所要去德威尔那地 迦南人是邪恶的 的确 根据考古的文献记载 这些资料 迦南人有烧儿女 来献祭给偶像 迦南行淫邪恶淫乱 参与这些祭祀的行动 所以迦南受到咒诅 我们看见蒙祝福的是谁呢 是闪和亚佛 迦南受咒诅 并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换句话说 一个被约的 他必定要来侍奉别人 做奴仆的奴仆 事实上最可怕是做罪的奴仆 做了撒丹的奴仆 这是犯罪最可怕的事情 提醒我们犯罪堕落 远离神的人 他自找苦吃 他就自甘堕落做罪的奴仆 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那么蒙恩福的是 是闪和亚佛 他们蒙受祝福 因为他们顺服神 他们敬畏父亲 所以说耶和华 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这显示说 救主弥赛亚 是要从闪的谱系 亚伯拉罕而出的 愿迦南给闪做奴仆 还有呢 亚佛呢 愿神使亚佛扩张 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 就与闪一同得福 永迦南做他的奴仆 所以凡是背叛神 不尊人就要做人的奴仆 甚至做罪恶的魔鬼奴仆 但是敬畏神 顺服神守约的呢 他们避蒙神的同在 避蒙拯救 散 我们说是以色列人主前 他们要因着 弥赛亚基督而得救 同样的外邦人 因着信靠 犹太人所 在救予所信靠主耶和华 外邦人归向弥赛亚基督 也在 就是在散的帐篷里得救 所以 凡是以信为本的人 包括所有外邦人 都是以信为本的人 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都是以信为本 就叫做所有外邦人 在亚伯拉罕约里面蒙福 这段经文很精彩 预告了后来 由害人外邦人 世界各名各族 都在基督耶稣的因信耶稣而得救 那么 的颂赞是归于神的 所以 耶和华闪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这里说到 罗亚的悔改之后 酒醉醒来之后 悔改之后的颂赞 颂赞完全归于神 我们看见这里预表 耶稣基督将一切的颂赞荣耀 归于父神 他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要荣耀天父 今天我们讲到圣约生活 从 我们讲到 警醒 不要醉酒 尊敬不要轻慢 祝福 不要咒诅 看见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进行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我们敬畏父神 来遵循祂的旨意 才有真实的智慧 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 我们称颂主的名 愿 散的神 亚伯拉罕的上帝 是应当称颂的 愿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称颂我们天父 把一切颂赞归于神 这样才能过这个福悲 满意的生活 感谢主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 警醒与敬虔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透过 挪亚 散寒亚佛所行的 作为见界 愿我们靠主人点 成为一个顺服天父旨意的儿女 效仿耶稣基督 完全靠主人点 祝我们仰望耶稣基督 活出警醒敬虔的生活 成为真正有福的人 蒙的恩福 愿你在我们生命中 得到一切的称赞和荣耀 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